如果大家都笑 我就幸福 幸福 大台中有了胡市長 絕對就是會幸福啦 胡胡胡胡市長 來大台中做指控 台中幸福大台中 Go!Go!Go! 它的內容可能違反到選罷法第104條 意圖使候選人不當選 而以錄影的方式傳播不實的事項 我們節目當中也歡迎這個 曹星成曹董事長參與我們 在幾天他對於私改的話題 非常的關注 我們等一下會討論有關於私改的議題 我們先來討論廖小貓的司法案件 在網路上的這個言論 到底有沒有違反法律 廖小貓最近在部落格上面說了他的心聲 他說坦白說我很委屈 我更替這次創作影片中 那兩個小姐感到委屈 他先跟著對雙胞胎 這個站在同一陣線他說 因為你們知道 我要說的是對市政的不滿 不是針對你們 但是我們都被政治利用了 廖小貓說他自己被政治利用了 所以雙胞胎姐妹也被政治利用了 他說呢我想跟那些利用我們的人說 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把我的創作政治化 這就只是一個小老百姓的想法 難道連小市民的心聲都不能說嗎 那些搞選舉的人要把我的創作政治化 說真的我能怎麼樣 政治真是黑心 原來網路是那麼沒自由 原來從事創作跟藝術的創作人 並不是能天馬行空的去發揮 他說呢是政治把它污染 但他所有的作品都是政治 對他是政治作品 他是政治作品 他要達到的是政治事求 怎麼一個文學作品 人家把它扭曲把它政治化 你可以說政治化 你本身就是政治作品啊 不是這樣子嗎 他說他的創作跟政治無關 都是你們把它政治化 他很委屈 他哪一個創作跟政治無關 他每一個創作跟政治無關 他自己就是利用政治 所以他才會在他小貓的作品集裡邊 拿馬英九當對象 拿郝龍斌當對象 拿胡志強當對象 這幾個人都是政治人物 所以廖小貓現在講這話 他也知道他自己已經涉及兩個 一個是違反選拔法 一個是對那兩位這個正妹的這個毀謗 我想假設民進黨的立委 不開記者會 我還覺得這個事情沒有什麼 但一開記者會啊 我就發現 因為我們對他這個打群架的 這種反應很快的 他現在就完全知道觸法了 所以他變成集體要護他 來表示說你支持我們也支持你 所以打個群架的 那麼也說了說這是言論自由 因此在CUSO上面呢 他是一個創意 那我很不客氣地講 稍微把那個字改一邊 叫刻意 這是刻意的 不是創意 為什麼呢 因為你已經不是一次嘛 你對馬英九的諷刺也好 你去打好龍斌也好 你去笑胡志強也好 那今天你是這個走夜路走多了 突然脫了線了 找了個麻煩 所以他現在最聰明的是先躲起來 把這個先冷卻一下 那麼胡志強本身的氣度大說 哎呀這個是那個往上面這個 但那兩個正妹不一樣啊 你也是傷害到人家的這個 人格的問題 他說他的創作被政治化 他是政治化的創作吧 我先打斷一下 剛剛玉老講說 胡志強冷卻 胡志強冷卻也沒用 這個選不好好是公訴罪 那平時你毀謗 你到選用選舉期間你去做公訴 那導致那兩個正妹你要想辦法 他很冷卻 那兩個正妹他要告你 你才會被爭取 有啊他已經跟他正在同一陣線了 他說他替他們感到委屈啊 他這個姓是已經 就是說有律師教他了啦 他們馬律師 這已經是一個 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發生這個事情之後 然後呢當這個台中的地檢署 說要來偵辦這個事情 因為已經違反了選霸法之後 那民進黨的整個的機制是啟動的 所以呢他開始撇清 就是說他沒有任何政治的企圖 因為沒有人告他毀謗嘛 現在告的是公訴罪 那公訴罪很重要的一點是 意圖使人不當選 所以他寫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只是要說我沒有這個意圖嘛 所以這個東西第一個 我覺得是律師教他的 第二個呢民進黨的人 就所有的立委出來幫他講話 他根本就不是一個中立的選民 他是根本就是民進黨 跟他們非常的熟悉 從過去上一次的總統大選 就已經幫忙 對幫到今天 那今天民進黨立委 就做了一個最糟糕的示範 就是為什麼政黨 都被人家講成是幫派 就是這樣嘛 沒有任何的是非 他這個不是格調的問題 他這個不是低俗的 在網路上面散布低俗的語言 他不是 他觸法是因為他毀謗 今天毀謗你不管是在網路上 你在報紙上 你在大馬路上講 你寫信這都叫毀謗 沒有說你可以在大馬路上講 你不可以在大馬路上講 你可以在網路隨便亂講嗎 這麼一點點的嘗試都沒有嗎 民進黨的人沒有這個嘗試嗎 他們當然都知道 為什麼 就是因為知道說他的條件 非常符合違反選霸法 跟違反毀謗罪 現在是選霸法要辦他 所以才會所有的立委出來 想要把他政治化 他要把這個案子政治化 然後扯一些什麼言論自由 他在恐嚇台中地檢署嘛 就說叫你不要辦嘛 你辦了之後 你就是違背言論自由 然後你看到我民進黨的立委 大陣仗出來幫他做後盾 你給我小心一點嘛 今天民進黨釋放的訊息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才是個最錯誤的失敗 他說他被政治污染 我們政治才被他污染了咧 這麼低俗然後又違法 然後你今天民進黨 不跟他劃清界線 不要求他的所有支持者 不可以做這種事情 這是今天的小英跟蘇貞昌 要倒高格調的選舉 是這種格調 這種格調叫高格調嗎 嗯 他說喔 他希望當權者 用這個 不要用這個天馬行空的政治手段 來打壓網路言論喔 但是呢 我們卻不能不用天馬行空的創意 創作我們對時事的不滿 他覺得很悲哀 這是廖小貓最近在部落格上面 寫的一個結論喔 他說政治真的是太可怕了 他的創作他的創意被政治化 他希望選舉離他遠一點 希望政治離他遠一點喔 但是現在他自己做一個 政治為出發的這個創作 卻要政治離他遠一點 我先講廖小貓 那廖小貓看起來好像 還是頗有創意也 滿有成就的一個網路工作者 那他的立場當然是綠的 你由他的作品的內容看 他說他不藍不綠好不好 他一向偏綠啦 那他的評論他的批判 都是針對藍營的 這個你不用躲 那他今天他講說 我們都被政治利用了 他是把那兩位小女生 跟他混在一起 就說我們都是受害者 所以這個有一種 他往來他是加害者 他在躲避啦 但是我也對這種動作 非常的反感 雖然說所謂網路的 這種尺度非常的寬鬆 那一天到晚罵人家 酷守人家 消遣人家 抹黑人家的所在都有 我以前選舉的時候 我也是很有效的 被對方登了整版的 你說廖小貓有對付過你嗎 不是廖小貓 就黃祖文的兒子嘛 他登的廣告 跟我們曹董的那個廣告 一樣大 你知道嗎 那罵我是背叛台灣的 那效果也達到了 讓我弱選吧 那個時候我一笑自知 後來我問他 碰到黃祖文的兒子 我說你怎麼好意思做這種事情 他說不是我做的 是我的支持者做的 這個也是過了 是他的陣營裡面的 廖小貓做的 但是我有稍微 我對這個很反感 但是我是對整個事情 我是有一點跟大家 不太一樣的看法 我認為他去改這個東西 把它改得很難聽很難看 沒有格調 我覺得民進黨應該的做法 是今天這個打群架的 立法委員的這個動作 其實可以免 我覺得這個反而不好 因為他這樣 反而無助於這個 蘇嘉全的選情 還有第二個 因為這種 這是在政治上的去消遣人家 這個線很難畫 是什麼時候 你才約了這個模糊的紅線 那這個顯然 我認為是約過了 所以我如果蘇嘉全的話 我會出來講說 我也看了 那我自己也覺得不好 此事不宜以後不要再犯 我覺得這樣子 我覺得比較好 那至於說 你們各位講的毀謗也好 這個毀謗 我要請教我們的馬大律師 跟我們這個司法的先進 因為他講的 比如說大台中 是一個色情都市 你們這些是性服務 他講的是一個 胡志強市長治理之下 的台中的一種 大家的觀感 那你不能把影片 貼在兩個女生的身上 不是 他現在指的 不是這兩個女孩子 而是這兩個女孩子 所演的角色 所以他沒有直接 攻擊到這兩個女生 就是性服務的女生 我補充一下 就是其實這一片的 這個性情日記 我覺得是 可能律師超到過 律師寫的 有兩塊 一個是高訴乃論 一個是公訴罪 高訴乃論的部分 跟他同一個陣線 我就我們兩個 其實都是失敗者 那如果是公訴罪的部分 就是請立法委員 發動他的這個政治影響力 讓台中立檢署 可能有所缺步 但是如果他說 後半段說 這是一個創作的話 我換一個角度跟他說 這兩個女孩子 換成廖小貓的妹妹 把他潑上去 我就認為這可能 是創作的問題 我覺得 他不能用原本這兩個人 去影射他們 做了這樣子的事情 同樣的臉孔 同樣的臉孔 你可以放你們家人上去 或者是 你們家人同意就OK 如果說今天你放一個 你可以找人來模仿 做一個類似的東西 然後你是真的同意的 換一個酷手的圖畫 換一個酷手 兩隻兔子在那邊比也可以 然後呢 後面去把這個 金錢報的整個外觀都拍 我都沒有問題 這個都OK 你以為你是批評了 像陳大佬講的 這個文化層 可能造成一個影響 施政上的敗筆 這個都可以去做討論 這是公義 公共可受批評的情形 但是 如果把 擅自把人家的這個 影片啊圖像 沒有機會 他同意把它貼上去 然後做一些抹黑的話 這不叫做創作 不過這個部分 剛才大佬解釋了 當然我覺得這個 轉的有點硬 他說呢 他批評的是這兩個人 演的角色 不是這兩個人 根本拼拼的就沒有道理 我告訴你 怎麼轉的很硬 根本就什麼 N奧 即使台中再多的酒店 酒店呢 都可以帶出去幸福物的 你也不能把這兩個女的照片 放那邊 說這些是 怎麼半優美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沒有他是說 他講的是這兩個人演的角色 影片中演的角色 我再講 不能還是不行你還是 我再解釋一次啦 你們現在說情緒當頭 我可以講 如果這個騙子 如果這個騙子不是酷手的 而是蘇嘉全正人請來做的 而請了這兩個女孩子 演這些東西的話 這兩個女孩子 這是演員啊 對不對 你不會把她想成 這兩個女孩子 是幸福物的女生 不是啊 如果你是蘇嘉全自己請來演的 那就是你們講好的嘛 他同意的嘛 這兩個女的又不願意 被你演成這樣 根本就是讓你們家說 胡志祥 你找那些酒店來支持你 很簡單就是這樣 這把你摸黑啦 講壞 他不只是 而且他不只是說 他在這個裡面的角色是 是這個酒家女 他是 他根本就是說 他們兩個根本就是 的職業就是扮牛妹啊 他的講法是這樣 提供的是幸福物啊 他就更惡劣的 這個還不夠足美棒嗎 你是比較有經驗 我不行 好 我們來接一下 這個觀眾的電話 聽一下觀眾的意見 也要